YY Live 2016年度盛典 年度最佳综合艺人 第三名 麦莫加 第二名 小白龙 第一名 小梁哥 好 有请他们 有请 恭喜我们这三位主播 恭喜 其实获得最佳综合艺人奖项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 综合那就得什么都行 谢谢陈大 感谢陈大 那我们获得第一名的小梁哥 梁哥 您的获奖感言 谢谢主持人 非常开心拿到这个奖 首先站在这里感谢我的恩师赵本山老师 对我的栽培和爱戴 感谢YY给予的平台 感谢支持刘老哥工会的每一位粉丝 兄弟姐妹 更感谢我们梁家军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是你们伴随了我一年的风风雨雨 使小梁哥走到了今天 在这里呢 更要感谢单独感谢几个人吧 感谢我的明道哥 天明哥 Cindy姐 君盈哥 飞飞妹子 小韩 就是太多的人要感谢 时间有限嘛 咱们就不多去说了 直播了一年呢 人家的房间ID都是四位的 我的房间号呢 是五位的 为什么是五位的呢 但是非常的好记 五三六四八 永远是咱家 官方的话语我就说到这个了 大家此时此刻能不能来点掌声 先刺激我一下吧 这个广告打得好啊 没错没错 这是官方的话题 再烙的话咱烙点十代课吧 给底下两个都要十 是不是都快睡着了 给一点激情好不好 对咱们 来一点掌声 来点活跃的气氛 这是一种 虽然说是颁奖的晚会 但我们不要把这个气氛 整得非常的沉闷 一定要开心放松起来 好不好 为什么我叫小梁哥 有的好朋友们认识 有的好朋友们师傅不认识 我简单给大伙介绍一下吧 为什么我叫刘老根小梁哥 大伙看过乡村爱情呢 这就是香菜情里边 有一集就是跟理发店苏玉红出的线 那个后来把肠棍整死 那个就是我 就是方性特别大 反正谁不鼓掌 赵老板 小梁哥绝对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主播 没错 这是一名资深的艺人 对 不能这么说 我就是之所以能给我的时间 去跟你们大伙说说呢 送上一句祝福吧 眼瞅着快过年了 在2017年呢 祝福现场的好朋友们 在今后的岁月里 在家顺 在外顺 心顺 意顺 事业顺 前程顺 一顺 百顺 天地顺 人和顺 风调雨顺 今年顺 年年顺 一帆风顺 好 谢谢 谢谢